民进党立委集体自拍夜宿立法院议场前 为了防止11月27日朝野大混战重演 要让行政院长苏登昌顺利上台接受总质询 早上8点半不到行政院长苏登昌一下车快步走入议场 比平常早到也不接受媒体采访 提前为朝野攻防做准备 绿营立委总动员占领主席台防止蓝营立委突袭 苏登昌如愿上台背询 一早蓝营方面也没有动作 不过在党团大会时却有一段插曲 一名疑似是行政院警官队的警察 在蓝营开党团会议时 在旁偷听与监视蓝营的一举一动 引发国民党不满 行政院与内政部强调会在查明但也要澄清没有监听的必要 蓝营没有大动作抗争改在议场内展现火力 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去查厂 竟然要违法让国人使用到还有受尽厨肉 这一次蔡政府起来以前 你国民党执政班里 院长我问你要不要去依法查厂 有没有去查厂 要不要依法去查厂 院长你又在反咨询 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有没有去查厂 这是什么态度这么傲慢 放弃了武斗改右文攻 国民党立委炮火依旧猛烈 不过苏登昌也不是闪油的灯 双方你来我往 就算没有激烈的抗议与肢体冲突 立法院内还是充满浓浓的火腰味 环宇新闻洪夕宇林凯伦台北报导